2020年10月12日,卯素星人,被低估的圣光,传导,巴巴拉,马西尼亚克,译者,卢颖。 不要太依赖逻辑思维,而应信赖直觉感受,你们身体里在发生着什么?你们要想一想,我的身份是什么?怎么会是这样?内在的我是谁?这样你们就会开始让关于自身的更多信息从内在浮现出来,就能更清楚地理解很多东西。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推翻这个体系吗?你们明白频率控制有多么复杂吗?你们知道现实只取决于极少的事物吗?你们是否意识到人类有能力控制现实,只要人们愿意彼此和谐相处,深信自己的一切所需都会在适当的时候被供给并带着这种信念去行动,信任精神的力量并用这种力量去创造。 我们以前说过圣光在这颗行星上被低估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倘若那些操控者知道有多少人在找回对自己思想和生活的主权,又有多少人在自己周围闪耀出这主权的光芒并在生活中将这一点交给他人,那么这些操控者一定会立刻针对这种状况做出反应,圣光被低估是件好事,这圣光将很快解放你们所有人。 你们有着一个令人振奋的使命,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会得到你们所需的一切帮助以完成自己的任务。 有大量实体和飞船母舰汇集到这颗行星上,现在它们正发挥着媒介的作用,或者说它们是地地道道的能量传感器。 到达这颗行星的神圣光束来自于非常古老的星系,这些星系自远古时起就与地球一同工作,其中很多星系只被你们的天文学家赋予了一个编号,其他一些星系则有着你们熟悉的名字,比如天狼星、大脚星、猎户星、卯素星等等。 这些星系发出的光束被地球周围的大量飞船母舰接收到,经过一个非常特殊的系统过滤后又被大力投射到了这颗行星上。